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Will 今天还是我来为大家做一下本日的美股说盘总结 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市场的一个情况 今天三大指数走的都比较蔫 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特别强势的一个过节行情 三大指数涨跌互线 道指在加德宝这样的股票带动下一直保持了一个上涨 然后其他的另外两个指数 纳斯达克和标普500这两个指数 都是经在盘中经历过一个斩幅认荡以后 尤其是标普一度跌破2600以后又重新反弹 勉强的收回了跌幅 那么从今天这个盘面来看的话 市场还是显得比较小心翼翼 另外的话 今天的话能源板块是整个市场中走的最弱的一个板块 毕竟油价大跌 同时考虑到本周周四的时候会有这个会客的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能不能够像市场预期的一样 给出一个很强势这个现产的幅度 这还说不定 所以说能源板块出现了一个大跌 本来早上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黑色星期五 美国消费转的很旺盛 据昨天的一条数据讲的话 美国黑色星期五的销售额创历史新高 相比去年同期是增加了18% 今天早上的时候 消费者的相关的板块都在领涨 但是盘中的时候 由于市场风云突变 最后也是没有能够一直笑到最后 还是中间出现了一个小副作回落 那么今天同样还是一个Cyber Monday Cyber Monday的话是所谓网络星期 就是电商的一个购物日 那么网络产品在今天会有一个普遍的打折或者促销的一个行动 市场还会关注今天的一个反应的情况 不过亚马逊却已经基本上是提前预知了 提前预知了这一部分涨幅 今天的盘中是正式战上了1200美元的整数大关 同时呢 这个亚马逊的总裁Jeff Bezos 也正式成为人类史上首个个人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富豪 这个呢 也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据了 那么再下来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一下大动商品的情况 大动商品的话 油价 油价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暴跌 跌幅最深的时候是到了2% 油价今天暴跌的原因呢 比较简单 首先呢 是早盘说啊 因为这个新乎销售数据表现特别强势 美元指数呢 走强 把油价呢 给直接打了下去 另外的话呢 这个欧佩克和俄罗斯 他们的这个从去年 2016年年中到现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目前这个时间点里头的原油的产量 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增加 增加了15% 这样的话 就实际上就说明啊 从去年一直谈到现在这个限产协议 它的效率是非常成问题的 这个呢 也让人呢 对本次 本次的这个会议的结果 保持一个并不算特别乐观的一个态度 而另外一方面 黄金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 因为我们知道 上周的上周周末上的发生了 埃及的恐疲事件 短线的拉升了黄金的需求 黄金终于又一次开始测试 1300美元这个整数大关了 这也是今天呢 总是比较好的一个大宗商品 它也能把整个金矿谷的板块往上进行了提振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就要讲一下 今天的表现的最为热门 或者说最为我们值得关注的两个板块 第一个就是比特币 比特币的话 在周六时候受到了 整个黑色星期五的影响 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上涨 像美国最大的比特币的交易商 Coinbase 它的开户量在黑五一天就增加了10万个 同时比特币在周六时候 就已经突破了9000美元整数大关 然后呢 周日时候就破了9500 到现在为止的话 已经占到了9600美元以上 这个涨上涨的速度非常的惊人 同时呢 比特币的这个上涨 也直接把整个比特币的概念板块 全部拉升 像今天我们之前所不知道的一些比特币的股票 像代码是DTW MARA这类的股票呢 都出现了暴涨 涨幅最高的能够翻一翻 甚至两翻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同时呢 我们前期关注的一些其他的股票 比如说像这个BTCS 也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涨幅 而另外一部分股票 像之前涨的比较多的RLT和这个迅雷 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或者下跌 这个呢也是今天啊 盘盘面中比较奇特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在之后看到比特币以及比特币相关股票这样一个巨幅波动 其实我们在这之中是能够寻找到相当多的短线的交易机会 另外的话如果说大家要需要寻找长线的话 那么还是需要找到一些像OSTK 是王老师反复跟大家提及的 这种有基本面 有实际的业务和营收的股票来说会比较沉稳 当然了比特币目前这个上升趋势 现在已经非常明显 基本上是以90度角的这个速度在上升的 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板块的话 则是这个中概股 中概股今天还普遍下挫 就是受到了这个红黄兰幼儿园的一个影响 实际上是对整个中概股造成的负面打击 导致中概股全面下行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说话内容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